五年拆曬 现在我们来尝试掉皮 以前是拿那个东西抽的 现在我们换一种方法 先找到这种钉螺 反正这种钉螺之前我也有拿过吧 很好吃的哦 风有点大 风不下去 这PVC洞太小了 要找个大的 跑得这么大 一带三八倍 哪天有空我也来跑 看看能不能掉上来 好深 这套绳子梗结都不够用了 哎呀两条 这一个动力机有两条PVC洞 看吧PVC洞其实是可以掉的 如果大家看过我的视频都知道 这玩意会咬人的 真是抓它要小心一点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王的频道 很久很久不更新视频了 因为最近真的很忙 还有那个鱼缸我现在准备弄 怎么弄呢 还有蛋饭什么的 还有那个灯哦 其他的配件我早就配好了 现在就是缺少一些那种 柏连系统的石头啊 就是活石哦 我们这边其实海里面也有的 以前我们沙山上是很多很多那种石头的 但都被一些游客剪光了 你看这里就有一块 这是宝片哦 我觉得是一些 反正也是挂掉的珊瑚吧 这里还有一个这种小树枝 感觉有点 啊这个也是石头 但是它好像碎掉了 三小块 这么小我就不要了 应该是被什么东西 从这里开过去然后碎 然后碎 这好像也是一个山和西头 像这种就已经死掉了 然后被海量打上来的 所以我感觉好大 如果怎么弄 这个就厉害咯 不知道有多大 看清楚哦我这里是沙滩上哦 并不是海里哦 因为这里除了涨潮的水上不来这里的 因为它已经死掉了 在海里面是活的 就感觉太大了 然后不回去就算了 石头 就像这种 这块就非常不错 其实这也是一种珊瑚 但是它已经死掉了 然后被海浪打上岸的 然后被海浪打上岸的 这个好像很大 好像拿到东西了 卡住了 你看 又掉到一条小的 把它弄死了 我的天哪 这个卡死了 放你回去吧 不好意思 很小很小 很小 中很深 看这位大叔 它也搞了好大的一袋 好像有东西了 哎 吊这真的好玩吗 然后它又钻进去了 看一下还能不能把它吊出来 完了出不来了 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 让我的背口都放不进去 咋就没有遇到大的呢 之后看起来还不错 钓鱼里面见多了 钓PPCR也很少见吧 卡不住它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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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上了一条 这后看起来好大呀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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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红彤彤的 红色的看到没有 这个是叫做什么的 KPCR KPCR 这个肯定就是了 这个很深 上来 这个很深 很大 这个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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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 看一下我的背口能不能放下去 哎呀可以 有细有细 好深 看上来 看他 哈哈 哇塞 想跑? 没那么容易 还没挖进前皮皮小洞,外面是这样的 这个还是小的,但是我不管 看到没有?好红啊,又传进去了 差点给它跑了 像这种长得红红的,就是里面有高的,是有黄啊 天哪,帮你走吧,跟你搞好可怜的样子 感觉拍不清楚 这是买回来的生物,这是草皮 这些石头呢,就是我在海边捡的 我在沾的时候,带那个三脚架就很难拍,手又脏 里面粘这个东西捏起来很脏的 这里面的鞋头是我不要脸,买商务的时候叫老板送的 好像是五斤还是六斤 好了老板这些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喜欢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按过关注,点赞,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